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的老,我是老师来,咱们来说一下孟晚舟吧 孟晚舟终于有一个好消息了 我估计现在她可以已经开始准备要回国的这个机票一系列的事情 这次看起来整个事情是真的,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回事 加冬时间今天下午五点钟,也就是刚刚在一个多小时前吧 已经证实这个来自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BC省的最高法院 也就是一直负责审理孟晚舟引渡案件的那个法院啊 是撤销了对孟晚舟的这个引渡的这个起诉 原因的话呢是之前在那个通过视频啊 孟晚舟通过视频出席于那个纽约联邦最高法院的那个 关于整个案件的一个这个控辩嘛 据这个消息来源呢是来自这个南华早报的一个记者叫Ian Young 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已经说了 美国的这个助理检察官David Kessler David Kessler说错了 David Kessler已经证实了一份 由美国政府和这个孟晚舟之间呢 达成了一个暂缓的一个起诉协议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DPA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呢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啊 先说一下我的结论 应该说整个事情的话呢 发展的这个非常突然啊 完全是有一点在意料之外啊 当然你说是不是完全一点都没有好像想到呢 我觉得也未必啊 之前的话其实感觉啊 拜登放出风啊 由于怎么说怎么说呢 因为之前整个的这个案子拖了三年多啊 而且美国一直以来这个做事情 从来没有就是履行过他自己的这个这个承诺啊 感觉好像还是应该是一个虚晃一枪啊 但没想到最后是达成了啊 而且呢目前就整个之前一贯的这个孟晚舟团队 关于认罪的这个态度呢 就是不可能是认罪的啊 我估计这次这个DPA的话呢 应该是双方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整个的目前的这个新闻的话呢 我看这个彭博社啊 就那个Bloomberg 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也报了啊 然后还有一些呢 这个怎么讲 海外的那些独论运的媒体啊 整个的标题都说 孟晚舟已经认罪 然后回国 用认罪来换回自由等等啊 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啊 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个DPA是怎么一回事啊 DPA呢 其实它那个英文单词就是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暂缓起诉协议啊 一般来说的话呢 这个DPA呢 它属于这个控辩双方之间的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这个common ground 也就是所谓这个大家各退一步啊 承认一部分放弃一部分 然后交一部分罚款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它呢不一定是涉及认罪 或者呢 根本就涉及完全是不认罪 或者呢 承认一部分 同时的话呢 通过一些罚款 然后呢 给你一个期限 它本身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防止啊 首先它第一个是为了制裁 制裁有一些这个犯罪行为 同时为了防止这种 怎么讲 不当行为吧 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发生 然后呢 通过这个达成一个延缓起诉协议 也就是说这个 我通过比如说 我让你承认一部分你的这个 之前我对你提出的这个整个的claim 承认一部分的事实 对吧 同时你交一部分的罚款 同时在未来一定的时间里面 你履行我对你提出的一些义务的要求 具体是什么 目前这份DPA的内容肯定是机密啊 没有对外公布 所以呢通过就刚才上面说的这个几条啊 你如果都达到的话 那么在这个规定的存续期间期满以后 这个时间是什么呢 整个的这个DPA为期四年 但是它的时间呢 是从这个18年的12月1号 往后四年 也就是到明年的12月1号 因为孟晚舟已经在加拿大已经 待了三年多了嘛 也就换句话来说吧 就到了明年的12月份 如果孟晚舟完成 就是完完全的这个履行了这份DPA上面 对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约束的一系列的要求 那么再加上之前的那个一部分的那个承认 对吧 那么再加上罚款 也就是美国呢 会自动撤销 对孟晚舟的这个引渡的起诉 就完了 这个事情等于就是一个句号了 给我的感觉呢 这个当然里面 大家目前很关心的这个DPA里面的 这个核心的条款 约定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这个要不了多少时间 我相信整个孟晚舟团队啊 一定就会向大家来公布 一系列的一些东西了 但是里面有一些啊 有一些据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这个条款啊 不是条款 就是我看到的一些这个孟晚舟 整个的他的一些这个团队啊 目前对外的一些说法呢 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认罪 还是没有认罪 首先第一个认罪里面 他有认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这个 就对你起诉 首先第一个欺诈类的 fraud 就这一类的这个罪的话呢 一定是一条都不可能去认的 但是他可以认的是哪些东西呢 比如说我在某一个时间段 我确实向伊朗 这个公司转过钱 这个事实我是可以承认的 对吧 至于你把这个事实认定成这个那个 这个这个 如果你是认定成fraud 你说我是欺诈罪 那我就不承认 但如果你问我在 比如说在2013年 几月几号 对吧 你通过汇丰银行 你是不是像那个 或者说你整个做的这件事 这个 这个 转款也好 你做的整个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这个业务上的联系也好 是不是事先每一次都通知了汇丰银行 这个咱们说句心里话 有可能有的时候确实不是每次都会事先通知的 但是反过来说 你之前那个 孟晚舟团队提供的那个证据 2012年的时候 汇丰已经整个是那个 也就是那个所谓的 这个华为的子公司Skycom 心通嘛 心通的那个整个业务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运营方之一了 那他完全就是参与人之一嘛 不存在说这个隐瞒的 但是你为了达成这个DPA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条款是可以让步的 因为这个他不属于一个欺诈行为 对吧 当然你说后续 美国人利用这个东西是不是还会在里面做手脚 当然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 但是一切的这个 你你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后遗症啊 那必须得是你看到这个DPA以后你才能来说话 现在说一切都在太早了 但是呢 必须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美国人感觉现在确实比较急啊 因为我没想到他这次跟你跟你来真的了 最后跟你来个DPA就走了 原因的话呢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就说句实在的 你最后整个案件你就是跟他这么僵下去啊 到了美国以后啊 他能怎么你呢 到了美国以后的话 那不那不还是要跟你最后达成一个和解吗 就是看你罚多少钱 认罪认哪些这个部分而已 你到了美国你还是这个过程对吧 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美国他自己这个整个司法的这个成本也会拖得很高 也会浪费钱 孟晚舟这边的话呢那更加是的 所以双方都是出于一个什么 就是一样要走这个流程 但最后的话呢 整个的这个目的目的地还是一样的 不可能说啊 我一条都不认 你最后就把我放了 也不可能说你说什么 我就认什么 对吧 最后大家达成一个一致是什么呢 那还是一个 就是你退一步 我退一步的问题 有人说这法律还可以这样的 你说对了 美国的法律就是这样的 美国的法律就是有钱 他就是一门生意 没钱 他就是法律 就是这样的 更不要说本身关于孟晚舟的这个起诉 一开始就是一个无稽之谈 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 对吧 所以说啊 这个你一样要经过这个流程 旷日之久 孟晚舟团队也要花钱 美国整个司法成本他也要花钱 而且最后大家达成了这个这个公共的这个我们叫common ground 还是一样啊 对吧 还是要你退一点 我退一点 那索性我现在啊 我就顺水人情 我就给你一个DPA的机会 DPA整个四年 但是前面三年已经过了嘛 18年开始了嘛 对吧 所以说呢 也就对孟晚舟来说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旅行 他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原来的那个词叫completely fulfilled 完全履行上面的所有的这个义务 那么最后的话呢 到了12月1号这天 美国就完全把这个案子啊 就close了 就一个句号 但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没有这个达到上面对孟晚舟的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他可以重新在12月1号 再对你提出这个起诉的要求 整个的呢 应该说里面还是有些变数 但是对于孟晚舟来说 对于中国跟美国来说 或者说对于这个中国跟加拿大来说 我觉得应该说都是一步啊 往好的方向在走的一步棋 很有可能这个孟晚舟啊 理论上来说啊 只要现在宣布以后的话 孟晚舟已经是自由身了 他已经啊 可以买这个机票 对吧 只要符合这个防疫的规定 做好这个 目前好像国内是14加7吧 如果北京的话 还是14加14啊 这个这个我 我不太了解啊 但至少是21天啊 只要达到这个防疫的要求 对吧 而且是其他的一些手续都办妥的话 今年的春节啊 我估计孟晚舟就能在家吃饺子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毕竟来说吧 你说你说在加拿大的话 他整个的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整个的这个公公公司的业务上 基本上整个公司主营业务 他儿子是不碰的 还有一个姚小姐 对吧 姚安娜 姚安娜整个的这个 你现在也也看出来了 对吧 基本上是一个准备投身于影视行业啊 那这个也祝他好运吧 基本上来接他老爸班的就是这个孟晚舟 没有人接班了 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公司的高管 对吧 一会我就要再开一条视频来说说这个苏小的战争 来跟大家说一说中国的职场 不可能的 他他肯定肯定要给自己女儿嘛 只有这一个女儿能接他班的 现在呢能回来了 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但是反过来你也看得出来啊 他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附带的一些条件啊 我猜呢有有有有几个附带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 他肯定会让孟晚舟承认一部分东西 这个就刚才我已经说了 你所有关于这个欺诈类的 你说你是商业欺诈的 这个是一个字都不能认啊 但你只是承认某某一个这个特殊的时间点 时间段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行为 或者说在程序中有一些不当的 比如说你事先你要知会 汇碰银行有没有一些没有没有告诉他的 这个呢说句实在的哪怕你就真的说了 还有一个这个那个斯帕夫 其中那个斯帕夫已经判了嘛 康宾卡还没判 那有人就说了有没有可能就把两个加拿大人提前放了呢 以我的这个对我们政府的了解啊 应该还是不会 既然你美国愿意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你先放下你的这个身段 感觉啊 好像啊 G20之前啊 希望能够跟中国关系能够再缓和一下 对吧 以至于G20的时候 在意大利啊 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能够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这个国债的问题 对吧 希望能够中国再买一些你的国债 不然的话 你两个人就是会场里面见了面啊 一出会场的话 习近平还是不理你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很显然啊 美国是想主动啊 跟中国暂缓 但是不要忘了啊 以我对拜登的了解的话 每一次他做出这种动作来啊 要不了多少时间 也许就在明天 马上你就会看到 美国又有一个很恶心动作就来了 每次拜登都是这样啊 基本上民主党在台上 大家就把他整个说的话 反着听 反着听 你的你的这个正确率百分九十五 所以我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 两个买口不可能放 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会有习败会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如果 孟晚舟整个的这个DPA 因为已经达成嘛 而且这个加拿大BC的这个最高法院 已经 已经是撤销了 对孟晚舟的这个引渡的这个起诉啊 那所以整个来说的话 等于这个案件啊就已经往一个光明的方向再走 我觉得习败会是有可能的 至少说 用我们的话来说 美国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诚意吧 但是到底是这个DPA的这个协议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很关键啊 现在还不知道 咱们看看这个孟晚舟团队啊 跟外面到时候的话会怎么来说啊 或者说有些东西啊 这个我相信不会一五一十都拿给你看了 但是核心的一些一些那个内容跟条款 也许还是会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好吧 关于孟晚舟的这个消息的话呢 就暂时跟大家这个聊到这儿啊 我相信这个只要习败会还没有开啊 只要孟晚舟他人还在加拿大的话呢 那这个事情永远啊就不是一个盖棺定论的 但至少说今天呢有这样一个好消息啊 还是为这个晚舟啊感到高兴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